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简铃卖萌妆 眉毛我们直接描画的粗一些 比较粗和平的眉毛可以让人看起来比较的温柔一点 之后用一把小刷子把眉毛的颜色晕染自然 边界处也不要太明显 这样眉毛就不会显得非常的生硬 上眼线我们先用咖啡色的眼线交笔描绘外眼线 眼尾不要拉得过长 再用黑色的眼线交笔填满睫毛根部 随后再在瞳孔下方描画一段眼线 可以让眼睛看上去更圆 用珠光色的眼影以体谅卧蚕的部分 再用亚光的咖啡色眼影打出一点点的阴影 这样卧蚕蚕的效果就出来了 刷上浓密款的睫毛膏 尤其下睫毛要刷的更加的密一些 眼中就完成了 微笑找到苹果肌的最高处 然后拍上粉粉的腮红 圆圆的腮红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可爱 先用遮瑕膏把比较深的唇色的边缘部分遮掉 再擦上嫩粉色的唇膏 然后用手指轻轻的拍打自然 最后只在唇部的中央叠擦上珠光唇蜜 纯粉的嘟嘟唇就打造完成了 最后呢 竖一个有减零效果的发型 双马尾啊或者是双包子头都可以 外门的减零装就完成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